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苏川成都 今天我带朋友们到成都周边的一个森林公园里面 这里的环境非常的好 算得上是成都周边的一款绿沸 也被称为是成都城南的热带雨林 有人说这里是成都版的西双版嘛 从成都市中心到这里大概20多公里 过去人们习惯性地称这里为永安水库 现在这里的全称是永安湖森林公园 第一只的树林是这里最受人喜欢的地方之一 一进入这里面就像是进入了一片小森林 过去很多人来这里耍水 钓鱼 烧烤 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这些项目 水是灵魂 也是维持周边的原生态 北景处处不在 迎面而来的植物石器 让人心旷神意 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湖 就是曾经的永安水库 这里是去年的9月份正式对外开放的 是一个免费的森林公园景区 整个森林公园景区有6000多亩 大小湖泊的四周 全是成片成片的小森林 这里面有一个很受人喜欢的网红地 时常都有人来这里拍照 就是鼻子的树林成片成片的 巨大的草坪很适合露营搭帐篷 像这样大型的可以搭帐篷的草坪 在整个景区里面有两块 这么休闲 这么大型的草坪 在成都市周边不多见 蓝尾草 这个季节也是挺漂亮 蓝天在鼻子的树林之巅 大放光彩 节假日来这里放松心情 那是非常的舒服 水面如尽的临间湖泊 也是这里的一大亮点 湖畔的森林之中 偶尔也能给人带来惊喜 平淡无奇的经历 一栋栋小木楼 在这里面别有一番风味 清幽的临间 美色相伴 光斑点缀 阳光 阳光透过层层树林 受到临间小鹿 遏而几声咬叫 为这里添上优美的音符 光影的美感 在这里展现得淋淋尽致 总有那么一些 除其不意的美感 幽长曲折的湖面线 映射出这里绝美的山色 一路过来也没有看到有人钓鱼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是国际周调 路亚基地 蜿蜒曲折的战道 穿行在临间 曲径通幽 原本是想围绕着永安水库 环形一周 但有些地方 现在仍然在施工 还水库只能放弃了 这一片的松林更是让人意外 蜿蜒而上的战道 配上晚霞般的光线 有一种北欧风的原森松林之感 这一片松林的规模很大 一眼望去 全是松树 来永安湖森林公园 这个地方是必须要来打卡的 这一景观飞廊 蜿蜒于绿道的上空 站在上面 一览这里的美景 这一景观空中占道 全长有470米 在这一条凹沟中 还有一片网红草 粉袋草丛 待会我们专程下去看 这样的小景观有时候 也能给人带来惊喜 秋天总是有一种 不会逃避的颜色 让人有走出去的冲动 钢蹄的硬朗和湖水的柔美 在这里完美融合 这里的粉袋草 虽然规模不大 但不同的角度 能展现出它特有的浪漫 总有那么一点 让人留下来拍照的冲动 尽美人少 何不来这里感受感受 好 这个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关注长按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